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晚上的哲學 那我們開始之前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就是我們每一場我們每一場的哲學都會有錄影 然後會有直播 那如果有些來參加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說你不想要露臉或是什麼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聲 那我們就入鏡這樣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別人處理掉這樣子 把畫面處理掉 不是把別人處理掉好不好 我會把你處理的 拿著這個音訊 好那就是說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就是會在好辦這個地方 那我們每一周會有挑全部一樣的議題來談 來談談說到底正確心機五在幹嘛 或是每個禮拜五就是挑選不同的議題來 讓大家理解說 或大家了解一下不管是台中也好 或者是台灣也好 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如果說沒有 哲學就是一個議題溝通的平台 它就是一個溝通的平台 因為我們很多人 他不是為了今天的議題而來的 他可能平常給我來參加職務的習慣 那他來的時候他也不會 他就是抱著一個期待 就每一周 他來的時候就會發現 喔原來這個禮拜要談這個 那他也會有一些收穫 不過有些朋友就是 他會挑選之後 覺得他比較喜歡的議題 或者是他想要了解的議題 特別來聽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非常在地的 非常在地的題目 那職務到底在談什麼 就像我們今天要談的 這麼在地的議題 是台中本身的議題 可是我們也有談過 我們上個禮拜談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談 台灣的青年怎麼樣的去 很多人去做那個所謂的walking holiday 那我們也有談過音樂 可是我們也談過政治 其實說 哲學星期五這個平台就是一個 什麼都可以 議題都可以拿到這裡來談論的 一個地方 那哲學星期五他現在在台北 台中 然後甚至有台南高雄 很多地方都有哲學星期五 不過說比較 每個禮拜幾乎都有在運作的 就是台中跟台北 那每個地方的哲學星期五 他是獨立的 所以他們會有不同的特色出來 如果說大家有曾經去關心過 或者去看過那個台北的哲舞 就會發現台中的哲舞跟台北的哲舞 其實蠻不一樣的 蠻不一樣的 那每個地方會有他獨立 就是獨自的特色出來 好 那哲學星期五 他就是依靠了一群志工 每一個禮拜 利用自己空下的時間 然後把整個活動來完成 從寫文案 或者是說像製造 製造這個海購 不是製造 製造這個 這個banner 那都是志工 那他平常是在怎麼運作的 就是說 其實大家在網路上討論嘛 那我們也沒有 既然是志工 所以我們也沒有付薪水 也沒有付薪水 可是你看我們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基本的開銷 例如說像今天獎者是從台中來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從台北來 或者是從高雄 從各個不同的地方來到台中 哲舞的這個獎者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負擔一些他的車馬費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我們希望 所謂的知識 或者是所謂的知識的交流 他是一個沒有國界的 然後他是應該成本要下降的 講到成本下降 就要提到一個哲舞的精神 他叫做不要引經據點 我為什麼不要引經據點 因為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場域裡面 我們是可以用 每一個人不同的專業 來到這個地方來對話 如果說我今天講了一個 非常專業的專業術語 可是你從來沒有接觸過 所以你完全不懂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好的 溝通的效果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引經據點 可是引經據點完之後 你不要把別人據點了 好 欸 永恆 就不要把別人據點了 你引經據點完 你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 那它的意義是什麼 有一部那個日劇叫做 Change是不是 那個牧村拓展演的 他說政治這件事情 就是要想辦法 當一個國小五年級的小學生 你要講到他都能夠懂 他才是一個好的政治 那同樣的 我們在關心這麼多的議題 也說我們要經常講到 讓一個甚至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的小朋友都能夠懂 他他就會是一個很好的 公民的教育 會是一個很好的民主的教育 所以 好 為什麼我們要講那麼多 為什麼會提到這裡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其實都會想說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小小的依注下 如果說大家有零錢的話 當然你有一百塊一千塊 或者是你要幫吃掉 我們也不反對 你可以幫我們稍稍的依注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也沒有獲利 那我們也沒有在進行 收取什麼樣的費用什麼的 那其實就是 像我們每個禮拜在這個地方 然後會有一些基本的開銷 就是剛剛講到的 兩者的餐碼費 那所以說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就可以幫我們 譯注一下這樣 好 那哲五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剛剛提出了剛剛提到的 剛剛提到的那個 不要引進句點 因為知識是必須要可以溝通的 另外一個哲五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 大家都是主題人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說來到這個地方的 有辦法去談論 來談這些議題的人 絕對不會是主持人或者是講者 他們講的就是對了 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可以每一個來參與哲五的 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去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以及意見 就是那 所以我們每一周都會進行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的時候 你當然我們只有短短的十秒鐘 可是你可以在這十秒鐘裡面 講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你從哪裡來 你是台中人或者是彈化人 南投人 那為什麼你今天要來 你是因為沒有聽過哲五 第一次聽到 所以第一次來哲五 或者是覺得對這個 每一個禮拜 對這個禮拜的議題非常的感興趣 所以你才來哲五 那如果你覺得很有興趣 那你又有什麼樣的想法 例如說 對今天的神剛福君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就可以在這個 短短的十秒鐘裡面 來告訴我們 當然我們不會那麼先知說 你十秒鐘到了 然後就叫你低準 因為今天 人也比較少 不過 其實則我無論人多或人少 像今天這個方式 其實大概就是一個非常 可以留給大家更多的時間 來進行溝通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就趕快來進行今天的自我介紹 廣告老師 大家好我是嘉義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可以上下進行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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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去看那個地景小熊 我覺得那可能也是一個 蠻好的天 台中地景藝術節 謝謝 謝謝 他給你當餐 好 謝謝 然後 這是第一 我覺得其實他自己的一個 土地的一個議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來聽這場之前呢 我有去先去Google一下 但是其實我看他的介紹 我只知道說 嗯 他好像有三四百年 就是蠻好的一個水墳 或水峻 然後 台中那邊好像受到蠻好的照顧 但是我們台中這邊的身高 好像 在地值深圳 他只有三四十年 我就覺得 欸這蠻有趣的 然後 但是他講那個福嘛 我還是其實看不看懂 他那個福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 文明提到的話 可以幫我們做一下解釋 然後 因為我這樣是第一個嘛 我想要那個宣傳一下 就是等一下 我會傳下去一張 就是第一屆西藏自由文學獎的庫卡 可能大家對於那個西藏自由 不是那麼熟悉喔 但是如果講到那個言論自由 可能大家或許都有聽過 那個鄭南榮先生 他我們知道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中國人他們 那中國人他們 我講中國人原因是因為他叫Tibet 那其實我比較常聽到是西藏 那他們對於宗教的自由 或者是生活上的自由 其實現在受到蠻大的一個壓迫 那在過去的五年當中 其實已經有一百多位的人 他們用選擇一個 結束自己的生命方式 就是像鄭南榮先生一樣 就是遇火自焚的方式 所以這個第一屆的西藏自由文學獎 它其實是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散文 一個是現代詩 那它的方式就是可以挑選在 我覺得是做一個連結喔 那個藏人的自本的日子 因為今天你比較少嗎 讓我講一下嘛 你剛剛說我講不完整 所以我想說我現在就好像講 比較完整一點 以我生命中的那一天 因為我可能一生當中最有印象 就是可能是生日那一天 那或者是就是很多人我沒記的 可能就是他失事那一天 那每天都可能發生很多事 在百六十五天 那可能會透過這個方式 來把它做一個連結 那其實也可以回顧一下自己 對於自由的想法是什麼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講下去 跟大家做個很像 謝謝 對 其實這五非常歡迎大家 你有不同的議題 想要跟我們工商服務的 或者是你覺得 可能沒有人知道 或是很少人知道 你都可以來這個地方 藉由這個平台來 讓更多人知道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李楠 然後我也是台中哲 我最高的 對 然後今天是想要瞭解 那個神高服務是什麼事情 因為他自己講 好像有點是懂味道的語言 對 我是這樣猜想 不要再講一講 對 這裡 這裡 這裡的 因為大家好 我叫陳語 然後我還是討人 現在在台中哲學 那會想來聽聽這種 就是因為他可能是那種 因為要脫患 因為可能 很多這種 脫患可能就跟很多經濟 跟那種有關吧 但是我知道 那好像不是 那 因為 我想要講一個文字 因為這個寒假呢 我在銀行打工 所以 就很蠻大的衝擊 因為在受信誤 然後一邊是勞工書 要出貸款 要服務那些 有需要 緊急 需要用錢的那些 然後另外一邊是 要跟那個 七行那些財產 就是一次 每天都幾一圓 幾一圓 這樣 就 根本來講衝擊很大 就是 好像在一個小小的部門 只有兩種 就是看到兩種世界 這樣 所以 對 其實不知道怎麼講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沈信蘭 第二次來經這個 哲午 然後我家住在這個攀子 但是我想 神剛這麼漂亮 我應該要多好講 這個神剛 我有一個同學住在那裡 但是我沒有看到這個福郡 原來蠻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多關心自己家鄉的事情 尤其是 明明不是自己家鄉的人 但是他們就可以決定我們家鄉 這是我覺得 我沒辦法接受的 假設我們 壇子也是 有那個豐原 跟那個郭敦俊經過 那假設壇子有一天 你關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衝到前面去跟他誓死 去反抗我壇子 的未來 我們自己人 等下自己決定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眾友 就是我還是學生 然後我是從小在山上的人 然後就是有一些 關於比較濃烈 或者是一些議題 就會過來看 這樣子 就是如果有空的話 來聽哲物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羅雙 我最近在關心那個 明師路小熊的那個原有跟故事 然後我想說這 這是那個議題 應該也是類似的一些 對 一些事件 所以 那我對這個事件 比較不了解 所以今天來關心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薇仲 我在台中工作 那我有一些朋友 有紀念有去參加這個 事件的抗爭 然後我想說今天有時間 所以大家有這個機會 就來聽聽看 好 大家好 我是薇仲 那我問台中美人在台中工作 可是 就是台中有很多事情 都不知道 所以來瞭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恩行 然後 欸 很久沒來了 然後那個 陳大夫去之前 你在抗誠的時候 我都有follow 那個你們的臉書 然後剛好 今天有空 就來聽聽這件事情的 所有經過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王俊翔 是沙路那邊 朱沙路 那我是在台北念書的時候 經過同學 聽到有抗誤的東西 發現原來砍什麼的 然後 加上這次的事件 神鋼也在我們隔壁鎮 這也就是想要來多了解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俊傑 然後我對神鋼 一無數字 所以就特別來聽聽看 神鋼定腳下很遙遠 石鋼也是 神鋼石鋼 神鋼石鋼 我是祝福東海中文的垂暢 我今天來這邊 聽聽演講 通通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台中文 然後我已經叫吉祥 然後我是職業軍人 然後我也是 就是朋友介紹來 然後之前 就很想來折我 可是 就是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就是 因為我們軍人會排修 然後剛好已經有買到這一節 然後所以就來 然後神鋼好像 因為 我的 福音當位是 請天鋼嘛 所以神鋼應該離我還沒滿近 所以 就想這邊 了解問題一下 好 後面這裡 來 來 好 我們要講一下那個 剛剛一直很多人提到 拍那個 迷思小雄 就是 我們現在在南屯的正平那邊 南屯區的正平那邊 大家應該有聽過 前陣子在 陶遠航空城 有一個 好遠的地景 藝術景 其實他們就是 往往前路上要去 想要 諷刺也好 或者是去 去 做出一些比對 因為之前那個 陶遠 陶遠那邊不是 做了那個 鴨子嗎 那個 兔子 幼鴨子 欸 先有 沒有啊 先有鴨子 後來又有兔子嘛 對不對 就有鴨子消瘋嘛 然後兔子燒掉嘛 然後 然後 因為他們也是 為了要去 當地的居民 為了因為 航空城的事情 被整個大量的徵收 然後他們也要 站出來 進行抗爭的時候 他們去做了一件 這麼樣的事情 就是做了一個 小熊 做了一個很像 熊的那種 不是很像 就是熊的那個 模型 不過等一下 柯律師應該可以講 講跟你組 不過 因為我們有發現說 其實台中這幾年來 也非常非常多的土地的重劃案 或甚至說 像神剛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去 因為柯律師去 非常的努力的去把這隻小熊 帶來到了 南土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今天開幕 然後明天開始就一直到 3月12號 3月29號 到一連串 一個正常期的展覽 那當然希望說 大家可以帶著更多的朋友去看以外 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說 現在台中 到底所謂的土地的正義 土地正義的這個問題 在台中 發生了 有多少的案例 或者是 是什麼樣的情形 那也可以去關心一下說 桃園航工程 現在的進展 到哪邊 正在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也是台中哲武的志工 我叫凱炫 那 之前 就是 其實最近 比較少 聽到 神剛福郡的 新聞或消息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新的 就是新的政府上任之後 不知道對於這邊的開發 會不會有 改變或是影響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一個神剛福祉自救會的夥伴 然後我也是聯絡窗口 然後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 應該說 這一條菌的事情啊 其實它 你要說它是地方的小工程也OK 可是其實它有點複雜 就是又牽涉到政治上的那個問題 所以 對 就我們在用盡各種方法在努力的時候 其實都一直遇到很多卡關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遇到的問題 很多地方其實都有那個 就是台灣各地的那種徵求問題 都有在發生這樣子 所以 就在這邊也希望可以 就是有些問題大家可以 歡迎大家給我們一點意見 對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努力 謝謝 對 對了 沒年人都講啦 大家好 我 蔡美寧 LGB上面叫蔡美美 我來自於桃園航空城 今天很榮幸 因為柯麗絲跟 譬如 家衛大哥 大家 阿楓 真的是緣分啊 我剛剛真的是沒有想要過來 上個禮拜想過來 結果沒有過來 這個禮拜本來沒有要過來 結果就迷路了 就過來了 謝謝大家 我跟你們講 努力 一定會達到你們想要的 堅持 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本來也不知道我可以替主 可是我真的做到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互相 手牽著手 小手或者大手 大手拉著小手 大家一起走下來 台灣還是有希望的 加油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阿楓 哲務的志工 謝謝 大家好我是 淑慧哲務的志工 大家好我是台專人 然後在台中工作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關心 在地埔地發生的事情 你知道嗎 大家好我是志莊 然後就晚上有空就過來聽聽看 謝謝 幫我們打一下 這裡還有門口 大家好我是阿楓 我現在在米色小熊當志工 然後前幾天才知道說 我現在專學星期五四 每個星期都有在幫你 是喔 是 是 太可惜了 可是我們過年要休息 好 你還要再講一下嗎 民視的小熊 有什麼想要了解的地方嗎 你跟我們做介紹嗎 幫你志工 對 我幫我們做一下介紹 喔 做介紹 其實他祖宗過程是在一天當中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 然後 到現在好像快兩個星期了吧 這兩個星期當中 記者就會 一個一個的跑過來 做報導 那今天的記者會 就其實 看到記者會說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報過了 那 我發現一個 蠻厲害的 就是說 信唐的電視台 就是 導人工他們的那個電視台 他真的很用心 他從頭到尾就 在那邊一直拍 然後還有去找 那一些人在 做 報導 然後訪問 我覺得就 真的很厲害 跟其他一些電視台比起來 他的精神 很值得 經費 差不多這樣 那後面 大家好 我就是 那 關於這個神鋼扶俊的話 其實我對他 這個神鋼扶俊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對他 在他附近的 就是有一些 奇蹟怪怪的工廠 有一些了解 他其實 有很 在那附近的話 其實 如果把那些奇蹟怪怪的工廠都拿掉的話 其實 本朋友要做什麼拓換 拓換的那個事情 他們 有很多工廠 他們擠架 都有做一些 不是很 見得光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剛好已經沒有在那邊工作 所以現在可以說一下 就要打麻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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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以前不會回到那邊工作的話 應該就不用 對 謝謝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這禮拜六、七天 他說 他說 很多 所有說明 我都 很多都有參與到 我也去了解 我 像我 我 跟朋友去 去那個 湯 他說 2008A7 美鳳姐 那 我要說的 就是說 很多 包括普遵也好 普遵多漂亮 你如果沒有那種現場 你不會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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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普遵漂亮 他就比很多 很多文書 很多 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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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怕 我們頂年 頂年我們跟 全民法院的志工 我去做一個 小小的理由 他有小小的 不敢做人 你看到後 你的感受很濕 同樣 頭 他們說 我也是去 你去 其實你去現場 我真是鼓勵說 你如果要在 某個議題 在我 望路你去看 你如果有時間 你去現場 去看 如果 你現場 在地有人出生 你去問一下 當然 這個出生 要有些 淑婆的了解 你讓我們了解 情境的 事情 從 我說 修行 在 定屏 做這個事情 其實我在 做 做 做的 時 我就 去了 我也 問在地 問 大小 我都問 問 結果 對 修行 來 到台中 他們 他們 八九 都不太清楚 他們說 很可愛 很可愛 這個意義 對 他們不太清楚 不太了解 所以 我 其實 我也 有幾天 前幾天 我 剛才 人類平常 我 用很多時間 看一看 你們 跟他們說 我 希望 你如果有時間 現在才開四年 才開六 那邊 有很多時間 你們有機會 你們來 做這天 其實 很辛苦 你就 跟我們 看 看 我 這天 要出事 辦一些小事 我們就 順 拿一下 不然這 三個月 二到 一目 整天 我也 沒幾天 就要 拿來 拿來 說不定 總是在那裡 好 感謝 感謝 大家有機會 你 在 面試 你 找台中 地境 技術 技術 這 完全有日 你就能找到 這件 小營的面試 專業 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我是玉琛 我是哲瑋志工 然後最近台中議題 活動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這個週末 就是 除了小熊之外 然後其實 剛剛有提到全面罷免 然後另外一個 我也要宣傳一個 時代力量 就是 他們 就是明天下午 四點 兩點到四點 是在市民廣場 那邊就是 有一些 他們的團隊 會過來做一些 解說之類的 就是 解釋一下他們 為什麼要成立政黨 然後他們的宣 他們的宣言 它裡面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 緊接著在七點的時候 也是會到想想 對 所以就是順便 也是宣傳一下 這些 後面 後半 後半還有人 要自我介紹嗎 大家好 我是現在的 實習電單 我是林林真 謝謝 好 來來來來 大家好 我是運動 我先走五個志工 謝謝 沒人 好 剛剛那個 家隊跟余晨都有提到全面罷免 所以換我要講一下 好 大家知道台北有個兩位嗎 其實台中也有一個罷免的團體 叫做全面罷免 他們現在正在推動西屯區 跟剛剛一直我們講到那個 迷思小熊所在地 南屯區 就是這兩個區的立法委員 蔡錦隆 他們在罷免蔡錦隆 所以他們會在這個六日 這一週的六日 會在許多個地方擺攤 然後我請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全面罷免 可以看看他們 都在哪個地方擺攤 那當然也非常歡迎說 大家一起去當志工 就是可以來幫忙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西南屯區的朋友 有住在這邊的朋友 你也可以跟他講說 你有這樣子的權利 你可以來罷免一個立委 因為我們剛好提到地方政治 真的很骯髒嗎 那既然地方政治這麼骯髒 是為什麼地方政治會這麼骯髒 還不就是有某些人 每天在那邊 手伸軍去 這樣子 購買油嗎 那我們就該怎麼辦 把這隻手拿出來嘛 就要把這隻手拿出來 那要怎麼樣 讓這些人把手拿出來 就把它罷免掉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是可以分不開的 它是分不開的 為什麼是福俊 其實我去過現場 我去過我去看過 然後有聽過現場的人的解說 那我們只能知道說 為什麼他叫福俊 那剛剛也有提到的那個 附近的這麼多工廠的問題 我相信待會兒我們的講者 今天也會告訴我們 這其中的這些奧妙的存在 好那我們就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好 柯沙真 柯律師